背景要如何變透明的 那特別注意,第一個 請你在圖層1,其實就是水管 水管這個地方,請你把它按右鍵 做什麼呢?複製一個 所以再複製一個的話 你可以從前面複製貼上 或者直接從這個地方做什麼? 右鍵複製圖層的動作 複製圖層名稱的話,我們叫水管拷貝 按確定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好像沒什麼改變 不過實際上它是已經貼上了 只是說怎麼樣?它是重疊在一起 所以你把它移開的話 這個水管它就出現了 但是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它理論上應該是在後面 可是為什麼它會在前面呢? 所以怎麼辦呢?請你把這個圖層放到後面去 有沒有? 直接把這個圖層從上面拉下來 那它的關係實際上就是上下的關係 所以你把上面那個圖層 因為它如果是複製圖層的話 會放在上面 那我把這個圖層往後拉 好 這樣就完成第一件事 複製圖層 第二個的話呢 我希望怎麼樣?把它縮小 縮小還記得吧 Ctrl T 有沒有 實際上就是什麼? 在編輯裡面有一個叫任意變形的 任意變形 任意變形裡面的話呢 Ctrl T 把這個鎖先鎖起來 這樣的話你就設定一次就好了 把這邊改成60 題目好像是65 你就把這個地方改成60 不透明度65 所以這邊的話一個鎖先鎖起來 這邊改成60 OK 這個時候的話就縮小了 縮小之後呢 那位置稍微調整一下 那請各位 就是大概根據一下 那個位置大概是在哪裡呢? 這邊按打勾 打勾一下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來看一下 位置大概在這裡 所以你自己再去調整一下 它的位置 越接近越好了 OK 差不多了 那如果細節要再調整的話 你可以用上下左右 調整一下 幾乎差不多了 好像還差一點點 再向右一點點 OK 完全一模一樣 有沒有 切過來切過去 這個位置應該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這個位置上面的差別了 OK 你可以配合移動工具 再加上上下左右鍵去移動 好了之後的話呢 還差一個步驟就是說呢 它的透明度有沒有 它有點像半透明的 所以以後 如果你要做那個背後鈴有沒有 很簡單 把它做成半透明效果 那如果變半透明呢 其實也非常簡單 請你找到這個圖層 的什麼地方呢 上面是不是圖層呢 第一個 請各位如果要把這個做半透明的話 針對這個圖層的 這裡 有沒有看到 不透明度 它不透明度呢 預設是100 意思就是說呢 完全可以看到 那如果 把這個不透明度改為0 會怎麼樣 不見了 那如果半透明的話 一半50 有沒有 若影若現 那因為這一題剛好是65了 所以是65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要做那個不透明度 有沒有 那個半透明 若影若現的話 非常簡單嘛 你就在這個地方 自己要調一下 它可以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它漸漸的 越來越淡了 所以如果你要做出 像以前那個靈異像照片的話 其實在Photoshop裡面來看 並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因為這個地方呢 可以做出各式各樣的效果出來 另外當然你可以配合什麼 配合前面 這個好像前面也講過 這邊也有那個相關的效果 這些吧 你也可以兩邊搭配一下 就可以做出非常多的變化 OK 那這一題的話呢 大概最後是這樣 那請各位把這一題 另存新檔 檔名的話就是106 把這一題 檔案的名稱 就存成那個PSD檔就可以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PSD 那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要接著繼續看那個202題 202 那個也是一隻鴨子的效果